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还是第二天 现在我刚刚带他们出去逗拉完了 也让他们现在先回笼子 因为我现在要给他们准备我的饭 现在我是要示范给大家看 不同性格的狗 用不同味方的方式 好 我现在就是给大家示范一下 怎样让狗狗吃饭的时候 可以听从你的指令 然后再吃饭 Tank的话 我会让他在笼子前面吃饭 我等一下会把狗狗放到里面就让他吃 他现在是急 他想吃 不理他 甚至不跟他有衍生接触 其实这时候我应该是要保持安静 师傅再强调一下 讯口尤其对于这种没什么耐心 没办法装注的狗狗来说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耐心 现在他这么急到的情况下 你现在讲什么也没有 他不停就是不停 yes 那他又站起来了那没办法 yes 先给他一颗狗粮 让他明白说你想吃饭的话 那你就乖乖的坐着 那我慢慢的把门打开 然后等他有稍微冷静下来一点的时候 给他下命令 而不是在他非常疯狂的时候给他下命令 那疯狂的时候给他下命令 就基本上他也听不进去 yes 你下命令他自己给你做一下 先给他一颗前头 好 然后我慢慢的把门打开 慢慢的慢慢的把门打开很好 他没有冲出来 因为经过两天的训练 其实一天多的训练 他现在已经明白了不能冲出笼子 慢慢的隔隔隔隔隔 我在夸奖他 我现在让他保持住 并不是在肯定他 如果肯定的话 他就是已经可以吃了 yes 然后我会让他在笼子里面吃 这是我对待tank的方式 那如果我对待hazel的话 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方式 给他让他稍微打断一下他 他会吃到 打这么短 但是让他吃不到 yes 让他坐下来的时候 在笼子里面坐下来的时候 我继续让他再吃 你也可以用手挡着 但是我 你也可以用手挡着 但是他口水真的是有点多 好 我再来一次 打断他的吃法 点住 让他在笼子里面 我什么都不用讲 我只是让他自己去思考 吃到的方式 膝盖这里打住 good good 这时候还没有肯定他 good good 啊啊啊啊 good good 啊 他现在有一点狂躁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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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 这时候呢 啊啊 他准备一下 要狂躁起来 他现在安静非常好 我告诉他 good good boy 让他保持就good good yes 这是 那这就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训练狗狗 吃饭的一种礼貌吧 也可以让他就是吃 不要那么急 而且你饭还是要给他吃的 你不能把饭就这么拿走了 然后就不给他吃完 你还是要给他吃完的 那还剩一点点 我们再来一次 一般在一次吃饭里面三到五次就差不多了 也不用太多 他已经懂什么意思了 good good boy good good boy good boy 他已经大概明白了 我是什么意思 yes 好 现在放翅膀了 我先让他在里面待一会 好 接下来是黑手 黑手 黑手就跟Tank 是完全不一样 Tank到现在还没吃扣 但黑手的话 我要让他出来吃 因为黑手胆小 他什么事情都动不动 要往笼子里面跑 所以说我不会让他在笼子里面吃饭 我不让他在外面吃饭 但如果有时间的话 如果今天黑手是我的狗的话 我将来还是会训练他 就是要在笼子里面等一下再出来 只不过现在 我们先解决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胆小的问题 我要鼓励 我要鼓励他出容 所以说他要出来就出来吧 他去吃 然后会让他在外面吃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黑手是一个比较挑食的小孩 所以面对这种挑食的 如果他挑食的话 他现在并没有挑食 如果他挑食的话 我只会让狗粮出现三分钟 如果他一直在吃的话 就吃吧 让他吃完为止 但是如果他超过三分钟 没吃完 就是不吃了 像这样子倒不跑 也不想吃饭 那我就会把狗粮收拾 我也不管他 他自己在干嘛干嘛 一会他们吃完饭 我会打点水 然后让他们去把水也喝一点 他吃饭习惯很坏 但是还是那句话 黑手的情况 没到处 所以炫耀他的时候 这就是你看干扰 咬咬这不好的地方 这边在吃饭 那边一直在干扰 不过他不管怎么叫 我也不会理他的 这个是黑手的狗粮 就算我把笼子打开 我也会拿一个lips 就是签字 tank 大家要明白 分配食物的人是谁 这也是领袖该做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他要顶我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到狗狗挑食不吃饭 其实你真讲真的 你们不用太紧张 吃东西食物是狗的天性 也是人的天性 没人会跟自己的肚皮过不去 除非是你整天就是看他不吃饭 然后你又喂他这个 又给他加仓又什么 对啊 那就是那种小孩子不吃饭 然后你给他买麦当劳 给他买巧克力 那他更吃不进去饭 就好像给的饭量有点多 不知道 但今天早上他这些是吃完了 你看大家看到没有 黑手在那边吃 然后Tank在那边一直吵一直闹 在那边一直哼击 叫不管 不理他 看着不看他 然后过一阵子 他也就安静下来 他知道这招没用 你越去阻止他 越去回应他 他就叫的越嗨 吃不吃到不重要 至少他得到你的回应 他就知道这个有效 什么效不知道 反正他得到你的回应 所以说不理他 就是最好的办法 我来看都不看 眼神都不交友 然后上方 我要给他们打点水 让他们喝 那种是母的 我本来以为他是公的 结果他搭尿的时候才发现 God boy God boy 还是一样 就陪狗狗玩 摸他 也就是新的幼泉怀 能做的事情不多 就是这样的 摸他 陪他玩 大家看尾巴摇都非常的 百分之非常的大 你这边翻过来 对我表示了一种非常大的信任 所以也就是我已经在慢慢地 改变他的一些事物模式 这就是你跟狗狗的一种互动 建立感情的一种方式 你看跨物种之间怎么建立感情 其实就是这样 虽然黑手的胆子很小 然后也有点性格缺陷 但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他是解决不了的 多给他点爱 关怀 好对症一下 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教育方式 对不对 像一些训练师 我不是说他们戳狗脖子不对 这是一种技巧 当一只狗如果他真的就在咬人 或者在干一些非常坏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用一些极端的方式 或者说比较强硬的方式去阻止他 这里没有戳 所以像Cecer 大家知道很有名的训练师 我对他没有意见 他的粉丝很多 千万别来烦我 但我对他没有意见 但不太认同的地方 就是他那种一朝午先吃遍天的那种训练方式 不过反正Cecer他虽然说存在争议 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确实训好了很多狗 这种幼犬一刻都不可以把眼睛离开他们 我们要随时盯着他 如果他们要破坏什么东西的时候 要马上阻止他 这就为什么很难让两只狗一起出来 你当时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没人管 然后他们自己去破坏东西 然后养成习惯 那以后再想改坏 就非常的困难 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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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拉发拉发了发拉 拉死了 拉死了 不用阻止他了 其实 因为他对这个环境是陌生的 他还没有完全确定哪里能拉死哪里不能拉 所以说去捡起来 他不会 挺好 我也不会骂他 拉就拉了 我去打水 你回去一下我打水 乖 你回去一下 我去打水 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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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它开始已经慢慢对外面产生好奇了 就愿意出去接触外面 所以觉得是不错 我先把它实清理一下 所以说当一只幼血了 如果刚刚来你家的话 他们拉屎拉尿什么的 大家不要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很正常 你小时候如果不给你穿个纸尿裤 你就能往哪里拉 我是不行的 现在水打好了 问题来了 谁先喝 这里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会建议 就是家里弱小的那一只 先吃先喝 所以说黑手 我会让他先出来喝水 那你可能会问 刚才为什么 就是Tank先吃饭 这个原因是因为 如果两个人 他们自己在自己笼子里面吃的话 那是无所谓 如果在外面吃的话 如果一个在笼子里面 一个在外面的话 那也无所谓 因为这食物是在我分配的 你在笼子里面 反正你都吃不到 你只能看着 安静 会给你吃 但是你必须在笼子里面安安静静的 那Tank现在就很急着 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那如果我同时把他们两个放出来的话 那永远食物水的优先权 我都会偏斑 落小的那一只 然后狗他们就会很奇妙 你偏斑这一只的时候 这一只就会狗障人士 越来越像一个例子 越来越像一个例子 但是这时候我又偏斑回去另外一只 所以我得不断的在平衡他们之间的地位 这样他们才能和平的相处 然后同时都能把我当成是一个理求 听我的话 来 喝水 好 那黑手现在已经开始喝了 Tank现在也非常安静在笼子里面 就这样子趴着 我就在等这个moment 那也就是说现在就是一个好时机 可以把Tank放出来 让它一起喝水了 但还是一样 Tank要出来的话 对着水不准 还是很急躁 大家看到吗 他幸福也在这边 对于这种有急躁的狗 你只能跟他比较吃 他安静下来一下 你可以下指令了 SIT 他听了懂 可能比较模糊 但是他好像不愿意做 没关系 等一下 再等一会 他现在自己做下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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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Free 那现在他就去喝了 黑手喝完他就可以喝了 让他们明白这种地位的观念 这样的话 大果就不会去欺负小果 你这打招呼的方式 要不要这么粗暴吧 我这相机随时都会没电 好了 快没电了 如果突然间断掉的话 这期节目就结束了 不过还是点击订阅关注 我现在让他们自由活动一下 陪他们玩一下 然后我也去睡觉 他们也去睡觉 感谢大家